那我起床非常的無力 然後頭很暈 然後不想動 我覺得我等一下要去喝點咖啡 我再去泡點咖啡好不好 OK 我們現在看一下今天的體重如何 Let's go 昨天好像是88多對不對 昨天呢 看一下 87.9 Hello 大家好 你們今天雷纏了嗎 唉 吃得好飽啊 今天的宵夜特別的豐富精彩 為什麼今天要吃宵夜呢 為什麼把自己搞得那麼飽呢 原來明天就要開始我們 為期五天的斷食 五天只喝水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五天不吃東西 這種三天以上的斷食呢 間隔最好不要太短 因為會傷害到自己的身體 所以五天這種比較長的斷食呢 最好半年一次就好好不好 半年一次 OK 還有再一個觀念呢 斷食呢不是為了要減肥好不好 也不是為了要減重 記清楚囉 OK OK 接下來呢 我們每天的早上呢 都會講體重 然後每天的晚上呢 都會看一下體態如何好不好 先來看一下目前的體態跟體重如何好不好 Let's go 哇 哇 這誰的大腸腿啊 我的 OK Oh my god 我這是阿嬤養的耶 阿嬤養的馬鈴薯耶 阿嬤重的 我們來看一下正面 看一下正面 OK嗎 正面 來 側面 好了 斷食計畫 第0天的體重 喔 我很久沒量體重了 90.4 我現在的心情呢 就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所以 期待呢是期待這五天斷食會給我的感受 欸 阿受傷害呢就是怕我真的 餓到不行啊 但是 我相信我能夠堅持過去好不好 畢竟我是個超自律的人呢 呵呵 我們就懷著這種心情呢 到明天的早晨 我希望你們可以陪我一起開始斷食 然後再陪我結束斷食 然後我們就星期六晚上不見不散囉 好 現在就是要準備先睡覺了 大家晚安 早安 第一天 我現在剛起床啦 目前時間是10點 10點半左右 然後 距離我們斷食已經經過了10個小時 然後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 110個小時 後 我們才可以吃東西 就等於我們還有6600分鐘要斷食 喔 說實話 說現代版的話 是斷食啊 但是其實 也可以說是模擬 我們去 我們漂流到無人島 然後找到東西吃 也可以 模擬是我們像是 一些比較貧窮的人呢 不一定每天都有東西吃對不對 所以 其實不一定是斷食啊 也可以說 換種說法 模擬一些比較 遠古時代的人們 他們 不是每天都有吃東西的 我們等一下去量個體重 OK 量個體重 然後呢 再去 買一下那個 然後看一下我們尿液呢 在這五天中發生什麼變化 OK 我們先量一下體重 我們先量一下這個攝影器材 大概多重 可以看到 大概0.3 所以昨天呢 我體重是90.4 所以換算過來 我昨天體重是90.1 所以呢 今天的體重是多少呢 89.3 去買生酮飾質吧 測尿液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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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邊有賣飾質嗎 呃 生酮的 幾CC的 呃 不用太大了吧 不是真酮啊 生酮飾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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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還有分CC素啊 測尿液中那個 酮含量 沒有 謝謝 這邊有賣生酮飾質嗎 沒有 沒有 OK 謝謝 請問一下這邊有賣生酮飾質嗎 沒有 好 謝謝 正如你們所看到的呢 我跑了很多間藥局 跑了很多間Seven 虛城市 康氏美 麥當勞 什麼什麼牛排店 跑了一大堆間 我都找不到所謂的生酮飾質 現在的店家那邊都蠻缺貨的 或者是根本沒有賣 都要去賣 不過呢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已經開始這個計劃了好不好 一旦前進就沒有退路 所以呢我打算就放棄市紙這個紀錄 所以我之後會去買試管 然後我會把每份尿液都放在試管裡面 然後做一個排列做一個觀察有沒有 給你們看這五天尿液有什麼變化 然後氣味因為你們聞不到嘛 所以會由我呢來跟你講說 聞起來像什麼 像鐵亞米酥和巧克力蛋糕 像草莓三明治什麼之類的 由我來跟你們講 聞起來是什麼東西 OK 目前時間已經來到下午了 所以其實肚子也是有點偏餓 但是我 我每當我餓的時候我就喝點水喝點水 所以其實 那個飢餓感是會被水填補的 雖然說沒辦法會吃太久 OK 各位到晚餐時間了 看看我阿嬤煮的這什麼啊 致命的誘惑 每樣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噢 噢 我跟你們講在斷食期間呢 我阿嬤一直說 吃一點這吃一點不會怎樣啦 你沒吃東西對身體不好啦 但是我還是 控制住我自己的誘惑了好不好 我還是很自律的沒有吃任何東西 好 再見了 掰掰 這才媽的甭賣醬 不行啦 斷食 什麼都可以吃 好啦 賣醬啦 賣醬啦 欸 欸 各位 一不小心忙到現在 看一下時間 今天來到12點多了 不會忙太久了 話說肚子也是真的蠻餓的也 蠻無力的 聽說第二天會比較難熬 欸 我有去買 一些 試管 小試管 然後我買五根 可以記錄一下 這五天斷食中 尿癒的一些變化 那 我先去尿一下好不好 先尿一下 等我一下喔 這個呢就是 第一天的 看起來顏色還蠻透明的 就是 而且聞起來沒什麼味道 來看一下第一天斷食的體態 蛤 水如何 我是覺得沒什麼病啊 其實肚子就是空空的 一堆 感覺 一堆水的感覺 OK 開完尿液 看完一下體態了 我們就 我就先要休息 OK 讓我們用睡覺忘掉飢餓吧 今天早上見囉 晚安 早安囉 大家 昨晚的肚子呢 睡覺的時候就很像我懷孕了 然後我肚子裡面的嬰兒一直在踢我肚子 來 用體重 攝影器才是0.3公斤 所以呢體重量完之後呢 要再減0.3 0.3公斤喔 OK來吧 第二天斷食的體重是 88.3公斤 oh yeah 他會讓體重 上去 讓體重 你讓體重 這裡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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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啦 啊啊啊 欸 各位 OK 跟各位講 今天第二天晚上呢 真的是特別難熬好不好 反正就是出門嘛 你會聞到各式各樣的味道 各式各樣的誘惑 你會聞到各種食物的味道 你就會覺得 呃 好想買喔 但是呢 我 我出門前都會把油加滿 然後呢 就是把錢包好好的收好 就不會再拿出來了 就是也是給自己一個警示啊 提醒自己說不要 不要因為這樣輕易的一個小小誘惑 就讓這個計劃失敗好不好 今天就是有幾次就是 站起來的時候 就會一陣頭暈 就是感覺 身體特別的虛弱 然後特別的輕 喔 今天騎摩車感覺我摩車要飛起來了 喔 魔法機車欸 OK 各位 這就是今天的體態啦 可能從正面看不太出來 但是我們從側面看一下 看我肚子整個凹進去嗎 這裡 一塊 OK 各位看完體態了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測量 看一下今天的尿液是如何呢 看一下 OK 我們現在就去尿一下好不好 來檢測一下 到底有什麼改變好不好 Let's go 嘿 各位回來了 這就是今天的 新鮮的 剛出爐的好不好 看一下 有沒有很明顯 很明顯看到顏色的不一樣 以上就是第二天 晚上做一個給大家一個報告好不好 第三天見囉 等著我 晚安 Yeah 早安 早安早安 今天是第三天好不好 第三天 然後起床非常的無力 然後頭很暈 然後不想動 我覺得我等一下要去喝點咖啡 我等一下去泡點咖啡好不好 OK 我們現在看一下今天的體重如何 Let's go 昨天好像是88多對不對 昨天呢 看一下 87點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1.9 持續下降中啊 啊 1.9 2.9 1.1 2.1 1.2 2.1 1.1 2.1 2.1 3.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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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從中午過後呢 其實就有點 欸 覺得 欸 精神慢慢回來了 然後我再去泡杯咖啡 泡杯黑咖啡 欸 泡點冷 喝點冷泡茶 喔 整個精神就回來了 你看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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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喝完的水嘛 這是 咖啡喝完了 這是冷泡茶 都喝完了 喔 爽的一瓶 咖啡因在 我整個 我體內這樣 在跑那個 1200公尺 想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哇 我整個精神就不老 唉唷 看起來 精神體太厚 有點附近已經跑出來了 上面 一樣我們打個手指尿就來囉 來囉 喔 耶 太爽了吧 這個尿液呢 跟昨天相比呢 多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不是阿摩尼亞味道 跟昨天那個有點像 跟昨天 第二天的時候 那個味道有點像 只是再 再濃一點 OK 大家晚安 我先睡覺了 早安早安 今天呢是 星期五的早上 10點18分 據我們斷食呢 已經經過了82個小時 所以我們剩下今天 還有明天 眼睛應該蠻腫的 因為 昨天真的喝蠻多水 因為 我有點水腫啊 OK 來 我們先去 來 我們先去量個體重 第四天 早上的體重是 87.3 我們今天呢 一樣喝水 喝咖啡喝茶 好不好 請你們喝茶 來喝茶 叫點外賣 叫外賣說 外賣我要一杯 綠茶無糖 外賣 哈囉各位 我剛剛下課回來 今天是第四天的晚上了 我們再剩下一天呢 就是斷食終於要結束了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的我的 我的肚子一直有氣 一直有氣 然後我今天就 狂打嗝 然後一直想要放屁 喔對 說了也是非常的尷尬 欸我今天上課的時候呢 欸 我想說用我的技巧來放個無聲屁 結果不小心放出聲 喔 不過呢 這就是人類的正常的身體現象好不好 OK那 那今天第四天的狀況呢 欸一樣是有點high 但是呢 我覺得精神 上面我覺得今天沒什麼精神 可能是因為我今天沒有喝咖啡跟泡茶 今天 都在忙 所以都只有喝水而已 等我一下 OK可以看到呢 欸 就是 跟前前是差不多的啦 然後呢 看一下側面 OK 剩一天了 加油 只要過了明天的 午夜十二點 我們就可以吃東西了好不好 OK 我們現在來 呃 看一下尿液 今天尿液狀狀狀如何好不好 來喔 看一下今天的尿液 欸 今天尿液呢其實跟 第一天有點像 就是 沒那麼黃 然後有點痛 味道一樣是一個很奇怪的味道 而且滿濃的 絕對不是正常尿燒味 就是很奇怪的味道 好不好 OK今天的 如果從第一天一起陪伴我到現在一起斷食的人呢 我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陪我度過這四天好不好 那我們還剩下 明天最後一天 我 先休息囉 大家晚安 明天早上見 最後一天 非常興奮好不好 非常興奮 只要過今天的 十二點呢 五夜十二點 就可以吃東西了 興不興奮 開不開心 Yeah OK 今天是第五天的早晨呢 今天起床 我們一想到 一想到又是各種美食 好不好 唉 而且呢 這種經過這種 三天以上的燉食呢 其實 你 復食之後不能吃太多 你知道嗎 不能吃就是 直接吃大餐那種 你身體會突然適應不了 希望呢 你要先從一些簡單的食物 開始吃起 比如說 蔬菜湯啊 豆漿 流脂的一些有營養的東西 然後慢慢再 吃一些固態的食物 OK 這樣知道了嗎 好 現在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體重如何 接下來 第五天的體重 是剛喝一堆水啊 87.8好不好 會有一些水的重量 各位 現在時間是 十二點二十分 讓我來告訴各位 復食 斷食丸 第一餐吃什麼啊 好不好 唉 再過十二點之後呢 我首先去冰箱 拿出個冰豆漿 再給他喝一杯 就一杯冰豆漿好不好 一杯冰豆漿入口 喔 終於感受到 到底什麼是甜 我喝的是無糖豆漿喔 我還喝得出甜味 就知道我到底喝水 喝了 喝到可以吐了 你知道嗎 我也覺得超級靈敏 好不好 從第一天到第五天 其實每天的感受 都不太一樣 好不好 都不太一樣 你可以慢慢記錄自己的身影 但是 注意喔 只要中途有發生 呃 不適 或者是不舒服的話 就立馬停止 好不好 立馬停止 不舒服就停止 好不好 以上影片 謝謝大家 陪我到現在 斷食呢 是一個 可以讓你 身體更健康 更健康好不好 減肥 只是它的副作用而已 減肥 只是它附帶的作用 好不好 不要以 減肥為主軸 然後去做 斷食的動作 好不好 這個心態就不正確 突然 開始吃食物 也沒有覺得很開心 因為 好像 不是那麼 必要 以上就是 這次的 斷食五天計劃 成功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